中拼赛马龙4比1胜反振东成王国拼包篮五项冠军 北京时间6月3日消息,国际拼连世界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在深圳落幕,马龙赢得男子单打冠军。 在与反振东的决赛里,马龙先丢一局后反弹,第五局他连九四个局点逆转赢下,他以4比1击败反振东夺得冠军。 中国队这次比赛包揽了全部五项冠军。 反振东和马龙在晋级道路上遇到队友的顽强挑战,但他们还是高歌猛进会师决赛。 决赛开始后反振东先发持人,他以4比1领先。 马龙一度追近比分,但他主动失误有些多,反振东趁机连续得分以9比3领先。 比分落后的马龙没有放弃,连追3分,反振东回应1分以10比6拿到局点。 反振东正手拉球失误浪费一个局点,马龙反手又出现失误,11比7,反振东先下一城。 马龙在第二局以3比1开局,反振东迅速追成4平。 马龙迅速还击,重新领跑,他顶住反振东的多次反扑以10比8拿到局点。 马龙发了一个长球偷袭,反振东接发球失误,11比8,马龙搬回一城。 第三局马龙占据主动,反振东打得有些急躁,失误较多,马龙拉开比分以11比4在下一城,总比分2比1反超。 第四局反振东继续被马龙压制,场上比分迅速被拉开,马龙以10比2率先拿到局点。 反振东就回一个局点,但他之后反手反拉失误,11比3,马龙又下一城,总比分破大位3比1。 没有退路的反振东在第五局抢攻更坚决,他以6比2开局。 马龙注意变化,连的三分破禁,反振东请求暂停。 回到场上反振东两次把比分拉开,马龙毫不示弱,抓住机会连拿两分追成8平。 反振东主动抢攻,马龙反手反拉失误,反振东以9比8再次领先。 这时反振东坚持进攻,依靠一记侧身正手反拉的分,他拿到局点。 马龙摆短后正手抢拉的分,他就回一个局点。 下一球马龙揭发球再次摆短,反振东反手进攻时下网,两人战成10平。 反振东随后又浪费了一个局点,双方战成11平。 反振东又的一分再次拿到局点,马龙主动侧身抢攻,依靠连续正手进攻得分,他再次化解危机追成12平。 马龙发球,反振东接发球下网,马龙拿到赛点。 马龙揭发球白短,反振东回白有些高,马龙果断正手抢攻造成反振东回球出界,14比12,他逆转赢下第五局以4比1获胜夺冠。 次回予纪三军